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一名87岁的日本老妇在从老人日照中心回家的途中,竟然遭到数百只大黄蜂包围猛事,身旁的照顾服务员也被攻击,只好暂时离开并拨电话向日照中心求救,而救护车到达后由于医护人员未准备防护医,因此也无法靠近宛如神仙地狱般的老妇。 这名老妇受控轮椅上被群蜂攻击了几乎长达一小时,隔天于医院应多重脏器筛截而回天乏术。 综合外媒报道,事件发生于爱原县大洲市长邦丁,这名不幸的老妇名为局地智慧子,当地消防本部指出,9月11日下午4点左右,照顾服务员要将他从日照中心送回家,经过了附近房屋屋檐下的风潮。 因而遭到大量风群攻击,老妇身旁的照顾服务员也遭风事,由于判断自己无力救出老妇,因此立即向日照中心求援。 日照中心也立即拨打了119。 日照中心的其他人员最先抵达现场,虽然尝试驱赶蜜蜂,并试图在老妇身上穿上雨衣降低伤害,但仍然敌风群,约4点15分时有3名急救援抵达。 但由于没有防护衣,因此也无法接近于电动轮以上痛苦挣扎的老妇,只好在辗转求助消防人员支援。 大约在4点45分时,密封的数量开始减少,救护人员这才终于有机会将他紧急送往室内的医院。 风群造成他身上出现150多个伤口。 老妇于隔天晚上11点应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。 消防本部指出,从通报的内容中难以想象老妇持续遭到密封攻击的样子,会彻底地重新离亲事发案情。 另外,外界也正质疑为何此事过了半个月才公开。